這是什麼路 月梅路 基隆的月梅路雨還在下 滿地土石塊把產業道路淹沒 前一晚畫面是這樣 當地住戶整夜不敢睡 還有車主來不及 搶救愛車 灌手開蛙 從又影翼科大校園附近 也傳出災情 前一晚暴雨 剛好有住戶募集 山崩瞬間 那時候很大下來之後 它整個從這邊下去 然後我們這邊本來有個 旁邊有個像旁邊這樣 一個薄的牆壁 然後結果它整個就走下去 原本的停車格 因為暴雨狂冠 土石鬆動 路面裂開恐怖變形 鏡頭轉到市區 也有一堆學生 小心翼翼射過泥水 市區路面這麼慘 可以想見前一晚淹水災情 有多嚴重 光養一片 那天水了 凌晨兩三點 突如其來的暴雨 本來要開門做生意的店家 措手不及 還可以看到市府發的擋水板 發揮的防災功能相當有限 立德路水淹到看不見馬路 停放路邊的車輛統統泡水 基隆三號日雨量359毫米 打破78年來最高日雨量紀錄 到了半夜更宛如水球轟炸 到了早上部分地區水情未退 4號一早上班上課 交通大亂 駕駛宛如走迷宫 看你現在很好做喔 今天沒有辦法營業啊 那沒辦法工作啊 那淹水的時候 大家又找里長 我到底沒辦法啊 然後說下這個雨 再上課怎樣怎樣 我說這我沒有辦法決策 因為市政府沒有公告 山陀兒颱風警報已經解除 但甩尾雨淡重創基隆 受災民宅忙著掃水 店家也沒辦法營業 輕忽了半夜這突襲的暴雨 4號宣布上班上課 基隆市民也只能乖乖照辦